讨厌吃菜! 历经乳癌六次化疗的领悟,老天爷总会找你要回来! 饮食大风吹,老天总会找机会逼人面对刻意逃避的课题。 以前,我有个小怪皮,我只吃妈妈煮的青菜,因此中午外食时,从来不会主动选择青菜。 台湾水果固然好吃,不过想到要削果皮或是洗水果,就会自动飘过,只能说是惰性使然呀。 每早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,总会拎住咖啡杯到厨房,将三合一咖啡粉倒进杯内,再加进一包糖。 香甜的咖啡,送来了一天的动力,每一口的幸福,让人顿时忘却那些无形的压力。 我的甜度高指标无人可及,开始有了蚂蚁人的称号,同事们只要已拿到爆甜的甜食,都会直接转送给我。 我当然乐于接受,当时只觉得自己特别厉害,却没意识到自己欲吃欲虫甜了。 被确诊为乳癌的当下,我立刻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会得乳癌,医生却只表示,癌症的病因有很多,并没有明确的答案。 也是,身体本身是复杂的系统,怎么可能会有标准答案呢? 我认真回顾了过去的生活方式,才惊觉自己的嗜甜很不正常。我想,应该是躺惹的祸吧。 我顿时领悟,过去的每一个抉择,竟成为癌症的推手,每天吞下那么多的糖,生病,当然理所当然。 手术之后,我立刻调整饮食方式,准备迎击一个半月后的化疗挑战。 我开始无糖生活,也吃起了青菜和水果。这些巨大的改变,应该是以前所无法想象的牺牲和痛苦吧。 进入化疗阶阶段,抢救白血球是饮食唯一准则,我疯狂进补和蛋白质有关的食物。 像是高蛋白粉,高蛋白饮品,火龙果,鸡蛋,无糖豆浆,藜麦,低鸡精,鸡肉,猪肉,鱼肉,何载等,只要蛋白质够高,全是我的必吃名单。 我们家过去物浓,为了感谢牛的帮忙,有了不吃牛肉的传统。 后来听说牛肉的蛋白质极高,妈妈为了帮我饿补蛋白质,牛肉竟也默默出现在家里的厨房,我望住一大片牛肉,顿时充满罪恶感。 最后是妈妈的一句话,身体健康最重要。我才渐渐释怀。 第五次和第六次的化疗,因为白血求过低被医生退货,妈妈又听说自制的低鸡精和低牛精的蛋白质更高,她大清早特地去市场买鸡肉和牛肉回家,再以细火漫毛而成。 那一碗的精华汤汁不满了油和血丝,看来十分吓人,想到那是妈妈的一片苦心,我只好硬住头皮一饮而尽。 走过了六次化疗后,我才领悟,人啊,果然不能逃避。 老天会在某个时机点,逼你面对之前所逃避的行为。 那些逃掉的青菜和水果,果真全跑回来找我了。 智。 智。 疗虽然辛苦,不过却建立了更健康的生活习惯,就当作重生之前的磨练罗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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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